它很瘋 因為它是一塊瘦叉 瘦叉可以做到肥叉的好吃 如果和麗晶軒的荷葉飯比 我會喜歡 飯多一點 我們現在去吃米芝蓮二星的中菜 潤 它是彎底的 黑色筷子是公筷子 白色筷子是自己吃東西的筷子 我自己的小小吃飯 有什麼叫分公筷絲筷? 神經病 它每次摸手已經很有禮貌 但瘦叉做到這麼難 它是很難的瘦叉 我喜歡吃它的叉燒多過麗晶軒 其它叉燒好吃是因為它是肥叉 但它瘦叉可以做到肥叉的好吃 它很耗功夫 Q到這樣 突然我也想買這麼小的蒸籠房 在家裡蒸東西 這個一位的 我不用用功筷的 我可以上網查一下 食物一位的食物 我需要用功筷的 我怕被人罵 很餓餓 我試過沒有豆瓣 但是它的皮是很薄的 它餓餓變成龍潭 現在這個是辣的鹹水果 它上面那條是百力支 我超喜歡這個 因為它的涼味不是太腸 即使是不能吃辣的也能吃 而且真的超級脆 我最喜歡它的石斑 冬星斑 石斑 星斑 我也覺得那個斑很好吃 是啊 那個斑呢 因為它是黑蒜 煮的黑蒜酸酸的 你有沒有吃過黑蒜啊 本身 我本身沒有吃過黑蒜 我不知道黑蒜是否本身酸酸的 但是我覺得吃起來就很搭 那個星斑 整體來 整件事很搭 它的脆扇呢 會是炸了 然後表皮脆的那些 誰不知它的脆扇原來是脆肉環的口感 然後它裡面是一個很肥美的扇 所以很棒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炒飯 正是止於那個扇 那個飯就是一般的炒飯 香的炒飯 是是是 如果和麗晶軒的荷葉飯比 我會喜歡吃麗晶軒的荷葉飯 但是它的脆扇超級出色 但是因為它是冬日限定 這條片出街的時間 我預計就應該會沒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今年冬天再來吃 或者嘗試其他好吃的東西 我很喜歡它的開心果爐 很特別 它那個杏仁味好醋 就是它的NAS味好醋 是啊是啊 還有它會配個反沙開心果 那就很特別 它不是一個就感的開心果 又不像平時吃的 核桃糊 芝麻糊 稠稠的 它是偏稀辛的 所以我挺喜歡的 我覺得它每一樣都很出色 所以就是 所有的分數都是平均 所以就會導致你 下次再來的時候 就會全部都想試其他 謝謝大家收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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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